兄弟们 人造钢铁侠离咱们不远了 近些年了科学家可谓是把单人飞行玩出了新花样 有这样的 这样的 特别是这样的 不看脸我还以为是史塔克那小子呢 今天大兵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几款单兵飞行装备 对于自由飞翔的渴望啊 人类从未放弃对飞行的探索 而飞行的方式也逐渐从热气球 飞艇 飞机到个人转变 能让人起飞的发明在历史长河中从未缺席 但真的要说让单人借助外力飞起来 还要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 早在那个时候 美国就有发明家以喷起背包的形式 把自己升空了十几秒 虽然看起来有些简陋 但这也被世人打开了个人飞行的新思路 在高速公路 铁路网和航空运输日益发达的今天 军队的部署速度已经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速 但通常情况下 军队在下了火车飞机之后 距离预定战场还是有不短的距离的 这种时候 士兵越快到达战场 就越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相较于用腿走路 使用运兵车在公路机动显然更快 且不说在战时能不能抽调出这么多运力 战场附近有没有路也是个问题 而这也是战争的常态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士兵能够飞到战场 显然能够克服地面交通不畅的问题 更关键的是 能够飞行的士兵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特性 从敌军意想不到的方向出击 打敌军一个措手不及 发明飞机的美国 是全球最先创造出飞行士兵的国家 在越战时期 贝尔公司就曾经突发奇想 打算研制一款单人直升机 这个项目在后来演变成了火箭背包 很快贝尔公司就制造出了 内置微型喷气发动机的火箭背包 并投入实验 根据已知的数据 美军士兵借助这个火箭背包 可以飞到50米的空中 在贝尔公司的设想中 这款火箭背包将装备给美军侦察部队 用于从高空观察地面 但美军高层很快就叫停了火箭背包项目 因为这仅有50米的飞行高度 实在是太低了 敌人连防空火力都用不着 仅凭手中的枪械就能够将这些士兵打下来 但是随着时代发展 这种单兵飞行技术也日渐成熟 如今喷气背包和空中滑板 已经成了许多发明家的痴迷 他们试图在个人飞行器方面 成为下一个莱特兄弟 法国的这款空中滑板已经可以满足人们对飞行士兵的绝大多数幻想了 这款空中滑板是由法国的一家赛车公司研制 它的动力来源于四台250马力的微型喷气发动机 能够以1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进行飞行 最大飞行高度更是达到了3000米 即便是脱离的控制 这款飞行滑板依旧可以自主飞行10分钟 在这期间士兵们也能腾出手 向空中或者地面目标发起攻击 看到这个场景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到某位反派呢 除了这种空中滑板之外呢 还有就是英国的喷气西装 在近些年 英国皇家海军就一直在测试这种飞行突击队的概念 据了解这种单兵飞行器 由英国重力工业公司研发生产 其正式名称为重力喷气式套装 该公司的创始人 理查德·布朗宁 曾在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服役 可以说这款喷气式飞行套装 几乎就是为了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量身定做的 在此前英国的演习中 就有多名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队员 穿着该飞行装备 从冲气小艇上起飞 迅速追赶并登上了前方的 塔玛尔号江河级巡逻舰 士兵的飞行速度明显超过了快艇 从结构设计上看 这种重力喷气式套装 采用了五台V型喷气式发动机 其中较大的一台安装在背包上 由人员背负 用于提供主要的声力和动力 另外四台较小的发动机 分成两组 安装在人员两侧的手臂上 主要用于控制方向和姿态 而且人员的手臂上还带有隔热防护罩 以防被发动机的高温气流烧伤 其燃料箱也设在背包和发动机两侧 同时还各有一个输油管 连在两侧的两组小型发动机上 它可以进行快速的穿脱 使用突击步枪等应用 甚至还能借助头盔瞄准锯 来控制左肩一支半自动手枪瞄准 这种有点未来科幻色彩的单兵飞行装具 可以执行快速潜入任务 其军用价值巨大 如今英国军方和美国海军 都在与这款飞行装置的研发者进行接触 据波朗宁自己说 他已经会见了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成员 特别是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 并与其讨论了这款单兵喷气式套装 能够提供哪些功能 早前美国海军研究所也曾经透露 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也在评估 一种速度可以超越每小时322公里的喷气套装 除此之外 英国一家提供直升机急救服务的慈善机构 同样也开始测试这款喷气套装 看看该装备是否能够让医务人员 直接飞到受伤的徒步旅行者或者登山客的身边 总体来看 重力喷气式套装的设计 要比之前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火箭背包更合理 其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达137公里每小时 飞行时间10分钟以上 执行飞越登船任务完全没问题 而除了这种任务之外 飞行士兵还可以被用于快速支援特种作战和战场侦察 在登陆战时 可以由运输机从高空投放飞行士兵 绕到敌后发起吐袭 使用火箭筒等武器摧毁敌军的碉堡攻势 与带着硕大降落伞的空降兵相比 飞行士兵的渗透显得难觅踪迹 这位飞行士兵执行渗透侦察和敌后突袭提供了便利 在特种作战方面 配备这类飞行装置的飞行士兵 几乎是可以无视山川沟谷河流 与城市环境中高楼大厦的阻碍 在进行破袭战斩首行动时 具备很强的灵活性 当然目前为止 无论是喷气西装还是空中滑板 都具有一定的局限 由于体积限制 士兵们在飞行一段时间后就需要进行加油 这对持续作战有着一定的影响 同时自动飞行系统也可能制约这类装备的发展 在飞行士兵的作战过程中 必然要求进行复杂和快速的机动 来躲避攻击和接近的敌人 这就对飞行设备的智能化水平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如果这类装备离开人类的操控后 只能进行呆板的转向和轻微机动的话 那么它的应用场景就会大大受限 因此微型发动机和人工智能 将是空中滑板等单兵飞行装置发展过程中 必须跨越的两座大山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这两款飞行设备中 大家更喜欢哪一款呢 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 喜欢本频道的朋友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